记者蔡宗勋嘉义报道,53岁赵姓男子因熊闷不适,呼吸急促,紧急找有人开车送医,结果途中就失去生命迹象,在嘉义战更医院急救事急救十分钟,脉搏血压仍无法测得,随即联络心脏外科叶赫摩团队,终于奇迹出现了。 嘉义战更医院指出,赵姓男子六年前就有关心病,曾放过支架,但未定期回诊追踪,日前觉得胸闷不适,接住呼吸变得急促,赶快找朋友载他到嘉义战更医院就医,但途中有人就发现其脸部变黑也没有气息,抵达医院后,医护人员电机器一接上去,果然是致命的心事心律不整,急诊医师立即 即予以电机之后接住高品质的心肺复苏数,急救十分钟,脉搏血压仍无法测得,随即联络心脏外科叶克摩团队 叶克摩团队即以自动心脏按摩器维持不间断高品质心肺复苏数之下,迅速地为病人装上机器,以维持身体其他重要器官的循环功能。 然而,病人的心律仍然是无法电机回复的心事心律不整,因此又紧急联络心脏内科医生进行冠状动脉成型术,冠状动脉摄影影像显示病人的两条主要冠状动脉严重阻塞,立即执行气球扩张术,令致放三只冠状动脉支架。 无奈的,病人仍处于心事心律不整的状态,而此时距离急救开始已经四个多小时,尽管如此,医护团队仍未放弃私抢救希望,心脏外科医师医住了最后一样经验用药,并再给予心脏挣瘤。 终于,奇迹出现,病人的心律重新启动,且手脚动了起来,叶克摩顺利让病人其他脏气的伤害降到最低。 心脏功能也日渐进步,病人以超乎意外的惊人速度恢复,一星期后成功脱离叶克摩,并于术后三星期以毫无任何神经学后医症的状态出院返家休养。